疫苗展开了全美配送 而另外一款诺瓦瓦克斯疫苗 宣称防护力高达96% 最快渴望在5月也会获准在美国使用 战狼全球如何如图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行动时 社会专家提出警告要达到群体免疫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社会专家表示某些人口密集的都市聚落 可能有五到六成的人因染疫或施打疫苗而产生抗体 但总体来说全球只有不到一成的人口 只有新冠抗体 这意味着疫苗施打进度得加快脚步 社会美术长台德塞喊话 希望在今年头100天也就是大约在4月上旬 所有国家都能开始施打疫苗 如今要实现这个目标只剩下40天 美国第三款通过紧急使用授权的交涉疫苗 也正式展开全美的配送计划 首批出产的交涉疫苗共有400万剂 美国时间3月2号就能如期送抵全美各州 目标3月底前能把配送量能冲到2000万剂 疫苗对抗疫带来希望 而目前在美国批准的疫苗 有辉瑞、莫德纳以及嬌生 另一家美国胜利制药业者诺瓦瓦克斯也宣布 他们所研发的新冠疫苗 对抗原始新冠病毒防护力高达96% 据连病种病毒也有86%的防护效力 诺瓦瓦克斯将会以这项实验数据 向美国FDA申请 最快渴望5月获准在美国使用 记者